又到了春茶采收期 路股茶区处处可见茶园采茶风情化 特别的是在台大凤凰自然教育园区 300多株阿萨姆的老茶树上 出现了4位领友树医师郑召的台大校友 攀爬在树高10公尺的红茶树上采茶 展现了爬树专业神功 也挑战高难度罕见的另类采茶作业 一般人对于采茶的印象 大多停留在三五层群的妇女 头戴斗粒在茶园间两手交互采摘的画面 但如果为了采茶必须登上三层楼高的茶树 民众可能就没见过 位于路股乡台大茶园 目前有1500多株大大小小的阿萨姆茶树 其中有300多株是在1956年就种下 经超过一甲子自然生长成为有机野生茶 但由于是以自然野放的方式管理 导致茶树 树高超过10公尺 因此在采摘方面 就必须要有专业爬树执照的高手才能够完成 园区主任郑森松博士指出 一般茶树都已经经过矮化 而树林也没有那么高 因此只要站着就可以轻松采收 但目前这些阿萨姆老红茶树 树高接近10公尺 因此必须要有人爬上去采收 而这些红茶树都是民国45年栽种 全台湾也只有这里有这么大一片老红茶树 可能会认为说大家会认为说 茶树的话那就在 因为高度很低 一般有在经营的话 都高度很低 大概在腰以下 就可以轻松来采 可是我们今天采的一个阿萨姆的 老茶树的话 它比较特别 因为它树高有6到10公尺以上 所以我们需要的话就是要需要人上去采 需要人上去采 另外的话如果有些比较低矮的 可能用高枝检这样子来采收 那今天采的一个老茶树的话 是我们在民国45年栽种到现在 那说已经有60几岁的一个老茶树 那目前经过的一个资料显示的话 在这这么密集这么高大的一个老长的阿萨姆老茶树的话 在千亿台湾已经找不到了 目前是在我们台大石岩岭凤凰市场教育园区 有一片的13公顷左右的一个老茶树 在这边将近有300多株的树高这么高大来采 那因为我们的一个采收的话 一般我们茶叶的一个采收都是 可能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来采收 那不过我们这个的话因为不好采 而且又数量又少 所以我们大概一年的话只采春茶 春季这一次的一个茶树 那采完之后再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阿萨姆红茶 它的一个口感的话 那比较跟一般我们所熟悉的阿萨姆的一个口感是比较不一样 它比较喝起来比较滑顺 而且喝完之后嘴巴会有那种甘甜的滋味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老长的阿萨姆的一个甘甜的滋味 今年春天获得树医师证照的台大森林系校友 忠生乐以及陈米岳 这次特别到这里来帮忙采茶 他们表示 主要有学过对树木照顾比较好的方式 而这边的茶树没有矮化 都必须爬上去采摘 这也是生平第一次 主要也是因为有学这种对树木比较好的照顾的方式 那刚好也有认识学姐在这边服务 那想说她说这边茶树一直有一个问题是 它没有矮化 长得比较高 那采的时候就比较困难 那我们刚好就是可以爬上去然后采下来 可以用对茶树伤害比较小的方式 就是大部分叶子都可以留下来这样 这次算是第一次尝试 对啊 然后想说第一次尝试也是很新鲜啦 因为大部分我们都是就是 爬到树上去帮人家做一些修剪 然后把树木照顾好的方式的部分 那有关采种或是采茶也是有 但是采茶就是第一次而已 现在的茶都是已经矮化掉了 所以大家就是可能采茶的感觉就是弯腰 然后很辛苦的 然后顶着大太阳在那边采茶 但是有了这种攀树系统以后 然后如果采这种高海拔茶 就会觉得很轻松 因为在树林里面工作还蛮凉快的 然后也蛮新鲜的 而且第一次找朋友来说可以来采茶 然后我就想那这样不可以不用带装备 因为我们的装备非常沉重 然后还有吊带还有绳子 然后要搬上来这样子 对 然后我就想那可以不用 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茶是矮化了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系统 然后来到这边才知道说 哇原来茶是一层楼这么高 对对对 凤凰自然造育园区 最老的阿萨姆红茶茶树 树林超过60年 且有胸进10公分以上 树高10公尺以上的就有300多棵 为全省阿萨姆老茶树之冠 往年采收都必须搭硬价才能够采到茶净 相对于成本以及危险性都较高 另外有机栽培虫汗严重 收成几乎只有一半 并致每年只采收春茶以节省人力以及成本